好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就坐在這個採訪桌上 目前就是這個錢總統馬英九來陪同立委候選人賴世保來進行掃街拜票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錢總統馬英九是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就提到說要相信對岸的習近平那是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甚至在選前之夜也是臨時的不受邀出席的 對此馬英九今天早上有最新的說法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會不會覺得蠻委屈的 因為自己還有花錢刊登廣告 不會 不會 因為我們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是不會改變的 我們現在有打擊就有了 講話被扭曲 有沒有需要還原什麼 我的原意很清楚 兩岸要避免戰爭 必須要建立互信 要建立互信 必須要對話交流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我們跟聽馬英九表示 一切都是為了國民黨 自己也不覺得 自己也不覺得任何的委屈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這一次馬英九甚至是自掏腰包 在媒體上來刊登廣告 那麼這一次竟然不被收邀到選前之夜 也被媒體人黃偉瀚形容是真心患絕情 那其實明天就是總統大選了 那麼這一次這樣的一個行為呢 也被外界形容是這個侯友宜 正式切割了馬英九 至於馬英九這邊呢 其實他也不覺得 這一次的這個行為是切割行為 他強調只要侯友宜贏呢 就是國民黨的勝利 不然我們請到前面 下車 搭配 下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